大家有见过这样的火箭炉吗 它能利用空气加强对流的原理 使其里面火炭越烧越旺 这样相比于传统的柴火炉 有着更高的烧火效率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首先制作的第一步 就是要做出它的基础框架 这里是用到了一些脚缸来进行焊接 熟悉火箭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它的结构是由三个通道组成 中间的是它的一个燃烧室 斜口的通道是它的进柴口 下面的通道则是一个清灰口 这种结构的设计也是非常巧妙 柴火在炉堂里燃烧 使空气受热膨胀变轻往上窜 从而炉堂下面形成真空抽气 这样等于给柴的火炭一个吹气 使其火炭越吹越往 温度升高 在烟气上升到顶部 在锅与炉之间排气间空隙小 从而气流减慢压缩压强变高 压缩使燃烧密度增大 从而温度就温度高 效率就高 现在基础框架制作完成后 可以给它的上面喷一点油漆 做一下美化 然后接下来就是来完善它炉枪内的结构了 这里是用到一些沙子水泥 还有耐火黏土 把这三种材料给它倒到一起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完成后 再准备倒一些耐火砖 这里铺设的方法 基本就是先把有空隙的部分铺上砖片 然后在砖片的上面给它抹上一层耐火泥 这样就不仅可以使它的外表好看 而且内部又能受热 这里注意在铺设到出口位置的时候 要给它留出一个落灰口的位置 落灰口的上面可以铺上一些裁剪好的小钢筋 这样就能过滤掉柴火烧掉下的灰 也方便做完饭之后给它做一下清理 接下来燃烧是这里 也是按照刚才的方式进行突射 铺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下 耐火泥要给它涂抹均匀一点 并且在涂抹的时候给它按压一下 这样就能保证它更加的结实耐用 其实这种火箭炉和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 都是利用了烟通效应 炉内空气沿着有垂直坡度的空间上升或下降 这样就造成空气加强对流的现象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制作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我也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现在炉灶到这里也是制作的差不多了 这里先用毛巾给它擦洗清理一下 然后现在入柴口的位置还缺少了一个门 我们找来一个制作好的门给它安装上去 安装在它的上面放上一个炉架 这样整个火箭炉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现在可以放一下柴火点燃来试试它的烧饭效果 可以看到它燃烧的火力还是相当旺盛 平时家里用来做做饭 炒炒菜也是比较方便食用 不知大家觉得这个制作怎么样呢 可以把你的看法在评论区发表一下 喜欢手工制作的朋友也可以点一下关注 我接下来将会分享更多实用的制作 我们下期再见